王老师,之前咱们说了,如果你经常的团团睡觉,然后伴随你有五更蟹,腰细酸软,治冷胃寒,神皮乏力,精神俊带等等吧,这些有阳虚的表现的话,你可能就需要对你的长寿之期进行补充了,对吧? 我们树鹏老师也都说了,说我要提三杯,给大家来补一补,首先提三杯。 大伙也都猜,说这个肾羊不足,腰细酸软,这个胃寒脂冷,还有五更蟹,这个三杯是不是主要针对这三个症状啊? 那么我在这里呢,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杯主要是针对这几个症状。 但是有人就会说,说不对啊,这还有一个爱团团睡觉啊。 喝这三个症状相比,团团睡觉呢,相对困扰比较小,只要肾羊补上来之后呢,自然也就不团团睡觉了。 嗯,三杯是啥? 那我就先提第一杯吧,天肉天福,天增岁月人增寿,所以我把第一杯呢,叫多肉饮。 多肉饮,开始听这名,我以为您把您家的多肉给端来了呢? 仙人掌套。 对啊,但是我刚才还闻了一下啊,这感觉跟我妈那个炖肉那个味儿差不多呀。 嗯,你俩还真说对了,这真是可以炖肉。 是吗?这里边啥东西呢? 这里边主要有两样东西,嗯,在我们厨房当中呢,都常备,嗯,肉豆蔻和肉桂。 那咋,名副其实的肉,多肉饮,我跟你讲了,三个肉,你知道为啥不? 啥呀? 肉桂,肉豆蔻,最后都是炖肉。 真的,都炖肉里边的,那就多肉饮,没毛病了,叫,对不对? 管干啥的? 多肉饮,主要是解决这个巩固老百姓长寿之气,能温补肾阳,治疗五更蟹蟹。 那么五更蟹蟹啊,在临床当中啊,它产生的主要激励呢,在中医来讲,是由于脾肾阳虚,脾呢,煮土,它煮韵化,肾呢,煮仓经,煮阳气。 所以说呢,肾阳,施于对脾土的温序,从而呢,就会出现,下粒。 但是为什么发生在五更呢? 五更呢,是人体阳气最弱的时候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人体得不到外界阳气的相助,所以呢,在这个时候,最容易发生五更蟹蟹。 嗯,表现在,其实是阳,肾阳不足,但表现在脾伤的问题。 对,肾阳虚,对吧,这个问题。 其实您说啊,上了点年纪了,然后大早上起来就跑厕所了,这样老年伙伴哈,真不在少数的。 啊,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五更蟹蟹的这种表现啊。 啊,这种情况,我想问问,阳虚了,肾阳虚了,就一定会脾阳虚吗? 它们一定是一个附属关系吗?还是先脾阳虚导致了肾阳虚?哪个现在前? 其实呢,脾阳虚和肾阳虚这二者关系啊,就像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。 其实二者呢,可以是相互影响的。 是,那么脾呢,在五行当中呢,属土,肾呢,在五行当中呢,属水。 但是呢,肾又属命门之火,是吧,火呢,能够温序脾土。 啊,所以说呢,脾和肾的关系呢,是非常密切的。 那么脾的蕴化水谷精微的功能,离不开肾中阳气的温序功能。 那么,脾的蕴化水谷精微,又能够充养肾中精气。 所以呢,脾和肾是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关系。 它们之间呢,能够相互滋生,相互影响。 那么,由肾阳虚,可能慢慢的发展到脾阳虚。 有脾阳虚呢,可能进一步会影响它肾,浮现脾肾,两虚的表现。 如果都好,那就都好。 如果是有一个出现问题了,那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头了。 对。 是吧,那您这两个一个肉桂,一个肉豆蔻, 凭什么就能对五更谢谢类的这种肾阳虚有作用呢? 肉桂啊,它能够温肾阳,散寒止痛。 它也是呢,金贵肾气丸和幼贵丸的一个主要成分。 那么肉豆蔻呢,能够温中行气,能够色长止力。 所以这两位药呢,就能够解决五更谢的问题。 那好了,那这个五更谢的朋友啊,这个给准备的多肉眼,王老师准备的多肉眼,肉桂肉豆蔻,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呢? 放多少,怎么来用?这个事儿,您得再明示一下。 像肉桂呢,它是新温的,还是比较热的。 所以在剂量上呢,我建议大家呢,可以在一到五颗。 那么肉豆蔻呢,三到十颗,用开水浅泡,可以带爬眼。 泡多长时间啊,需要加盖吗? 这个最好是加盖,闷一闷。 泡个十五分钟,一般。 泡十五分钟,二十分钟左右,都可以。 然后就当茶喝,可以续杯吗? 续杯,当然可以。 这是一天的量,是吧? 对。